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多伦多的地产经纪余浩 很多朋友最近在问我,包括要买房的朋友在问我 多伦多的房价现在已经很高了 然后明年会不会存在下跌的可能性 明年会不会有一个像17年那样暴跌的可能性 我在这个视频里给大家分析一下 暴跌的可能性是肯定不会有的 然后稍微简短的调整或者说是微调 也许有可能有 但是就目前的情况来说 只要省政府在明年大选之前 不出任何调整房地产的一些比较重要的决策 我觉得这一波的需求是根本解决不了的 也许有人会觉得 我觉得有人会觉得现在确实很高 有一定的泡沫 但是我在每一年从业这个地产经济的时候 我都有遇到这样的问题 这样的客人从这个11年12年 像14年15年16年17年都有这样的客人在买房的时候问我 哎呀这个房价是不是很高了呀 是不是会存在泡沫啊 可是事实呢 我们从10年到现在10年下来 房价一直在往上升 多伦多的房价基本上每年会有10%到20%的一个涨幅 即使到了这个17年 在市场最疯狂的那段时间内 省政府出了一个海外买家税的政策 让房屋立刻降温了 后来也在加息 双管齐下去降温了 房价确实跌了 但是呢 房地产呢 是长期持有的 如果从16年和17年 长期持有这个房子 买了这个房子之后 并没有出售的话 我相信持有到现在 大家的这个都回来了 房价都回来了 基本上都有涨过去 涨过了 甚至高出16年17年买房的价格20% 30%的都有的 所以呢 如果在没有挺过这个时间 在18年或者19年把房子就卖了的 我觉得是相当的可惜 甚至在20年的时候 把房子卖了也是相当的可惜 只要过了2021年这个坎 这一年的话 房子在16年17年的高点 买回来的房子的人 几乎都回本了 甚至小赚 如果到明年再看的话 我觉得就更加赚了呀 所以 长期持有房子的客户呢 其实并没有太多担心 像我买房子就是 我买完了房子 我就不会再去看 房子是涨是跌了 当然可能看一下 但是我涨也好 跌也好 我是肯定不会卖的嘛 我都是已经把它出租了 所以我不会卖 我基本上也不是特别关心 大概心里稍微鼓一个价 差不多就可以了 肯定是不会卖的 所以房子呢 长期持有 不会卖 这是我最重要的 也在我视频里反复提过的一些 最重要的一个点 好 接下来我们就有几个因素 几个factor来分析一下 为什么明年的房地产呢 我觉得不存在大地的可能性 第一点是空置率的下降 我今天还跟一个客人聊过天 说到 其实全世界的人都一样 都是想要有房子去住的 那些说 我租房子也很好 活得很开心的人 其实呢 他们是不愿意承认 买房子的重要性 他们只是在自我催眠 我觉得这种人呢 其实 他们内心还是想要拥有 这个自住房的 是一定要去买的 多伦多目前的这个空置率呢 是下降了 从这个百分之 第一季度是6.4% 第二季度是5.1% 明年空置率会继续下降 这说明什么 说明租客很多 租客很多呢 就会有一部分的租客呢 他肯定是要去买房子的 租客之所以不买房子 我觉得最就一个原因 就是买不起房子 或者说是贷不了款 买不了房子 这就是这个原因 每一个人都是想拥有一套 自己的房子的 说那些说 我不想买房子 我想租房子的人 都是 我觉得都是自我催眠吧 这种人不是傻就是笨 真的不是傻就是笨 所以空置率的下降呢 我觉得是导致 这个明年房价不会 不会下跌的一个 很重要的原因 第二个原因呢 就是大家知道吗 明年的新移民 在新冠之后 很有可能会翻翻 新移民来登陆 会翻翻 我之前也一直强调的 在过去的几年 用新冠开始的这两年 因为封了尘又开 封了尘又开 在航天这一块 包括移民这一块 包括旅游这一块 尤其是国际贸易 或者说是跨国之间的 这些生意的 以跨国为基础的这些生意 都受到了很严重的影响 新移民这一块呢 身份是下来了 但是来不了 特别是我们国内的新移民 来不了现在 等到2022年 或者2023年 必定是有一波 新移民囤积下来的 这些新移民的数量 一定会来的 来了首选是哪里 温哥华和多伦多 这两个地方会有 平均两个城市 都会有超过40万的 新移民会登陆 所以总计呢 明年呢 会有超过 200万左右的新移民登陆 150万到200万的 这个新移民登陆 其中有大概 三四十万的这个数量 会来到多伦多 或者大多地区 或者安省吧 但我们也可以说 其实安省的整个的房地产 都是由多伦多辐射出来的 没有多伦多 这个大城市的话 安省可能也就像别的省一样 这房地产方面就是很一般 所以呢 整个明年会有将近40万以上的 这个新移民登陆安省 登陆其中首选是多伦多地区 都会形成一个房价上涨 供给不足的一个情况 所以呢 这是第二个因素 新移民会有需求 无论是租房还是买房 会有更大的需求 第三点就是建筑质量 建筑造价的提高和货币的贬值 为什么我要说到这一点 大家可能也会发现 从疫情之后 央行就不停地在发钱印钱 大家也看到油价上涨 物价上涨 建筑产要上涨 我之前换一个房子的屋顶 可能两三年前只要4000块 现在变成了6000块 整整多了50% 就是多了2000块 这只是换屋顶的价格 换那个地板 然后装修换窗户 换这些建筑的原材料 然后供应链呢 现在整个都是乱的 很多材料都倒了 所以呢 整个的装修的这些费用 包括人工的费用都在上涨 如果你说房子下跌 那可能性就更不大 因为房子都是基于建筑吧 都是在造的 都是这些材料累出来的 所以这些材料的上涨呢 房价下跌的可能性就更不多了 另外一方面呢 我想说说货币贬值的这个问题 就是现在的货价呢 确实在贬值 我们去Costco去Warma买东西 可能100块钱和以前比 只能买到以前50块钱的东西了 确实每个人我觉得都有这个体验吧 都有这个亲身的这个体验 所以房价上涨呢 并不是仅仅是它上涨 它的最根本的一个原因 其实是我们买的这个 我们手上的这个钱 并不是值钱了 和以前比不值钱了 我们的货币在贬值 因为央行在放水 在放很多钱出来 导致这个钱可能贬值了 这个大家应该都懂吧 经济学的原理 所以可能以前100块钱 能买到的东西 现在呢 可能要花到120块 130块 房子也是一样的 可能以前100万能买到的房子 现在就变成 直接变成了130万到150万 这就是货币贬值 带来的这个整体的经济 经济在这个往上走 这个所有的这个经济都不行 都不是特别好 以房地产呢 所看出来的就这个意思 因为是印钞 带来的一个严重的后果 第四点就是低利率的保持 目前大家看呢 房价火的原因是因为 央行的这个利率啊 真的是特别的低 很多都能做到固定利率 都能做到2.12这种 现在还算是高一点了 浮动的就更低 浮动的1.12 甚至我听有一个客人说 还能做到1.1 哇 这个是什么利率 这是非常非常低的利率的 所以呢 现在就导致 手上稍微有一点点 闲钱的人都想入场 买condo也好 买house也好 钱少的买condo 钱多的买house 都想入场 现在呢 就造成了整个所有的房子 都是会被去抢掉 然后卖得很快 就是因为利率太低 任何稍微有点闲钱 5万 10万 20万 这些有些闲钱的这些人 都想进场 都想去买一个投资 这就是为什么 现在利率低 导致了这个房价 就是一直在上涨 买的人真的是超级多 第四 第五点呢 就是新盘的减少 大家看到到了11月 12月的这个情况呢 新的这个盘 确实真的是少之又少 特别少 导致市场上严重供给不足 买房子的人很多 卖房子的人很少 严重供给不足 所以呢 房价就会涨 然后很多买家呢 沉不住去 就去抢房子 比如说这个区里只有三套房子 现在有20个买家在抢这个区 那怎么办 那只有抢呀 作为买家来说 因为他抢到这一间 如果他抢不到这一间 他真的不知道 这个小区未来一年 未来一个月到三个月内 还有什么房子出来卖 所以他不知道的 他不知道要等多久 特别是一些厨房特别少 特别少的区 像那些新区厨房还比较多 一些老区呢 厨房真的是很少很少 有些卖家呢 现在也不愿意买 一个是冬季 另外一个就是 我卖了 我去哪买呢 现在房价都这么高 我卖了我也不会去 去去去去买 我也买不上什么房子 而且钱拿在手上 真的是在贬值贬的厉害 所以很多卖家呢 原本是想卖房子的人 他并不想卖房子 他想还要继续留着 这是一个 一个就是趋势了 我觉得到明年 人家说是什么现金为王 我觉得现金现在不为王 现金是是trash 现金在手上就是 我觉得就是非常要花掉 真的是要花掉 要用掉要投资掉 要不然的话 现金呢正在贬值 我觉得明年一年内 一年内呢 现金都在贬值 因为现在造成的这个印钱 真的是导致现金贬值的厉害 现金不为王的 现在是房产为王 投资产品为王 增值效益快的 能抵御通胀的这些产品 房地产作为老百姓 最重要的一个投资 现在是最主要的一个投资 相当的就是会是抵御通胀 最最好的一个手段 所以呢 就说到这个新盘的数量特别少 买房子的人又特别多 这个情况呢 导致市场尤其的火热 好 这个就是上面的五点 尤其这个五点呢 我觉得明年的市场跌的可能性 真的不至于太大 如果打今年这个 有些人说 哎呀 今年的这个价格已经超过了17年的那个高价了 为什么 超出17年高价就是有泡沫呢 就说是无法承受呢 其实今年的情况和17年还是不同的 因为今年整体的所有的物价 房价 汽油价 都在上涨 而17年的只有房价上涨 这就是不同 我觉得不仅仅是房价上涨 所有的东西都在上涨 原材料都在上涨 就导致了这个 今年的情况和17年不是一样的 我们不能同日而喻 另外17年它是高点 确实不错 它是高点 但是17年没有发生新冠呀 17年没有新冠 17年银行利率没有